那我们老祖宗东西教导我们的 你看看这四颗 无能是道 这是自然法则 夫妻是谁发明的 是谁创造的 没有 这是天然的 连禽兽他都有配偶 那这是天自然的 自然就叫道 军臣领导跟被领导 这是道 不是哪个创造法 夫子这是道 兄弟这是道 朋友这是道 这是道 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道 那叫德 道是讲关系 这关系是我们一体的关系 怎样把这个道来落实呢 父子是亲 这亲爱啊 中国的教育 核心就是这个 就是亲爱 所以江本波斯事业呢 爱这个水一接近是最美的 这个爱不是别的爱 是父子之亲爱 这是天性 不是人教的 没人教他 你这个畜生 你去看 都有父子之爱 你看那小动物刚刚生起来 他这个母亲保护他 爱护他 照顾他 你能看得出来 那有人教他吗 没人教他 所以中国的教育 根从哪里来的 就从父子有亲来的 所以中国教育的目的 第一个目的就是这种亲爱 如何保持一生 不会变 这是中国教育第一个目标 第二个目标呢 是这个爱不得扩大 知道爱你的家 爱你的家族 爱你的邻居 邻里相当 爱社会 爱族群 爱国家 爱天下人 这一层一层 我不要扩大 爱的教育 所以中国古代帝王 统统是推行这个教育 他才能长治久安 他才能传奇时代 末代皇帝不遵守了 荒淫无道就不能推翻了 这制度不坏 真正负责任 不负责任的这个帝王的时候 他活不长久 他的国家会被人消灭掉 进进业业 他不是为家族 是为人民服务 是为一切大众着想 没想到自己 我们现在很多 这个言论跟思想都发生错误 都回谤他 侮辱他 这不是好事情 你要回谤他 要侮辱他 把他搞清楚 搞明白 他是不是你所想的那么坏 如果他不是的话 那就冤枉了 良心怎么能过去 赞参赞一个人 搞清楚 毁谤一个人 也要搞清楚 不真正搞清楚 随便说话的 冤枉人 这个冤枉人 也要背应过责任 乱交赞参赞